來,我們來看一些題目 請問你有一個導線有電流 然後跟磁場,然後角度blahblahblah 請問你何者受力最大 這剛才講過的 什麼情況下不受力 什麼情況下受力最大 剛才教過了 記住,想答案小問題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10號 我看不到你 我看不到你 來,豬東西 豬 說一下 這我們前面教過了 就是 大小跟電流有關 跟磁場有關 還跟角度有關 平行的時候不受力 錘子的時候受力最大 所以答案就選豬 OK 很好 25 請問你的受力向哪裡 就是 這個叫做電流在天然磁鐵 天然磁鐵 天然磁鐵給我磁場 他的受力向哪裡 我們的安培右手比一比就會小 對不起,講錯 右手開掌比一比就會小得了 右手開掌比一比就小得了 來 大帥哥 帥哥 帥哥男 22 22 2 B 你選B2 請坐 好 說過 說過了就比一比就好了 右手開掌知道正部級 知道電流方向 電流方向是從A流進去B 就是所謂的入子面 磁場N到S由左到右 B B 大拇指進去 然後呢 四指由左向右 手心向哪邊 向下 所以呢 受力向下 答案選B 這個是所謂的磁場 是由天然磁鐵給的 磁場是由天然磁鐵給的 這個磁場是誰給的 地球給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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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注意 地球磁場是從哪裡到哪裡 我們前面講過了 所以他受力向哪邊 這個是由東西南北的 用東西南北回答 OK 可愛大帥哥 不對比起 可愛小女生 小女生 九號 九 地球上 二 B 你說 池子向下 表示電流向下 然後地球磁場 是從南半球到北半球 前面交過的 所以呢 我們如果定入子面 前面是北方 右邊是東邊 然後你就要比 電流是下去的 入子面的 然後呢 磁場要向北 這樣比 入子面向北 手心向哪邊 右邊 右邊是哪一邊 東邊 所以呢 會向東邊偏 所以答案就選擇叫做A 答案選擇叫做A 好這就是 簡單的 用右手開掌定著來判斷 一個磁場是磁鐵給的 一個磁場是由地球給的 OK